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冠冠的父亲来自泰国 因为寄欠债务和酒价花款的问题 在冠冠两岁的时候 就离开台湾 不知去想 冠冠和两个哥哥 都是靠妈妈摆摊 卖椰子水回时生气 冠冠从五岁开始 就会主动到妈妈的摊子帮忙 不管再怎么辛苦 我都要克服我害羞的个性 冠冠在小熟三年级 想要去探自八妈妈妈时 曾遇到这样的波折 有一次放学 然后骑脚花车 要去帮妈妈摆椰子水 骑脚花车的路上 被野狗追 然后咬到脚跌倒 然后左手非常的痛 然后没有力气可以站起来 所以边爬边哭 爬到 就是爬到椰子探 去找我妈妈 然后妈妈看到就赶快把我送到医院 检查完之后发生是骨折 需要定那个钢钉固定 她即使骨折养伤期间 还是前往探自帮忙 因为小时候多想要顾一下 其实一开始很辛苦 然后也有过渡期 也有缘待期 但是这些辛苦是值得的 她非常的贴心 懂事 那个同学都要她出去玩 她一句话就说 不行我要帮我妈妈顾别之税 她要去上化妆室 比较方便 她这样子的难过 这样子比较不会那么容易 希望她能够以后 不要像我这么的辛苦 能够好好的读书 以后有能力能够回馈这社会 好 妈妈您辛苦了 谢谢您这几年来 就是有收了很多小脾气 然后都能包容我 把我照顾都很好 然后现在非常之后大了 然后也要帮我照顾一点 好的 现在我们要帮我照顾一下 想看苹果不用这么搞刚 注册就好咯 苹果日报网站APP限时免费 7月10日前注册 一起加入好评书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